热热闹闹的俄罗斯世界杯,最终以法国对罗冠落下了帷幕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足球盛宴的结束,因为在世界杯结束一天后,我们的中超联赛就将战火重任。 相比于以往几个赛季,整个赛季的中超更加精彩,无论是争夺冠军还是亚冠资格,亦或者是保级区,16支中超球队之间的分差并不大,往往一场比赛就能让联赛排名天翻地覆,特别是今晚即将要进行的比赛,联赛排名前6的队伍有4家会率先开T,这其中积分相同的上海上浪与山东鲁能之间的比赛,可谓是本轮中的一大焦点战役了。 谁赢下比赛谁就能领好积分吧,而输掉比赛的一方,则会被后面的对手拉近比分,甚至反超比分。 然而如果这两队踢平,那么不好意思,领好积分榜的机会则很有可能落到排名第三的北京国安身上,所以这场比赛的双方必将踢得火花自剑。 而在积分榜第四的江苏苏宁,自从换帅以后,成绩一直是稳定的上升当中,在今晚的比赛中,江苏苏宁一构更是拥有主场之力。 拿下比赛就能做四往三,如果主场翻船,那么了,联赛排名则很有可能跌出前六。 当然本场比赛的看点还是有的。 苏宁新签的意大利国脚埃德尔能否上场? 当红榨子鸡黄子昌能否上场?上场能否取得进球? 又或者是黄子昌不能上场的情况下,在与英超球队南安普顿的友谊赛中,打尽一球的张宁峰能否抓住机会呢? 当然还有排名第六的广州复利与第十的天津拳剑之间的比赛,两队虽然在积分榜上有四个位置的差距,但是积分却是只有两分的差距。 而在这个间歇期,复利引进了刚刚踢完世界杯的塞尔维亚国脚,在与江苏苏宁一构的足鞋杯比赛中,表现十分优秀。 而复利给我们的印象,就是前场进攻美如画,后场防守滥如炸,如今在这名中后卫加盟后,防守有了一定的提高,而反观天津拳舰队则是困难重重。 中场大将维特塞尔14号才踢完世界杯,本场比赛基本上已经不能出场,而中锋莫德斯特与俱乐部,反正也是各种传闻,拳舰很可能只会是双外援出战。 所以今晚的比赛,也是考验这个亚冠独苗的时候了。